三點多,他就開始倒塌了 那時候風真的 這邊老一輩的時候沒看過這麼大的風 對啊,就是說這個颱風真的太強烈了 這個風,而且他不是說只是吹 如果說只是吹正北風的話 我後面會先倒塌 可是他這次是從西北風這邊一直倒 然後所以他直接從側邊直接整洞倒塌了 已經辛苦兩年的那種心血 然後就這樣子 一個颱風就付諸一致 然後 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 我的文書都倒塌塌塌塌 啊,要去申請所在入門 不受了 啊,為什麼? 你告訴我為什麼啊 啊,看這個容許使用 啊,我沒有給政府 申請補助的 我就 文書就自己倒 啊,自己倒塌塌 啊,下去做 這樣說要什麼容許和不容許 風胎的受災婦 什麼容許和不容許 哪一條規定 那一條規定 四分三 四分三 錢還沒行 啊,就倒塌 要申請補助 要申請補助 要申請 現在要開始重建 這樣說不受理 要申請問世的話 呃,依照農委會的規定 從103年12月份以後的規定 他並不需要農業 容許使用證明的這個條件 所以這部分 我們已經跟西羅政公所這邊 已經溝通過了 那請我們受災的農民的話 可以直接在這邊去申報 那因為這兩三天來說 呃,各公所的申報農民非常多 那我這邊也請公所人員 務必耐助性質 對農民的態度 能夠和藍一點 那也請那個農民在申請的時候 如果碰到時間 呃,比較久的話 也多擔待一下